牛肉店即將走入歷史 但生活還是得繼續 招牌雖然是黑山羊肉專賣店 下方還是寫著補生湯 也就是狗肉 男女老幼帶著小狗 悠閒散步交朋友 孩子無憂無慮 開心玩耍 這裡曾經是南韓最大的狗肉屠宰場 現在已經變成了公園 同樣在兩公里遠的母帶市場 也迎來變化 這一頭充滿歡樂笑聲 那一頭氣氛緊張 空氣中充斥警戒 不用說相機或手機 連沒看過的陌生年輕面孔 只是經過駐足 都會被商家多看兩眼 多問兩句 門口一個個冷藏展示櫃 上頭放的疑似舊式 處理過的狗肉 我們小心翼翼走完這條街 接近中午沒什麼客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牡丹市场曾是南韩最大狗肉市场之一 当年每间店门口都会摆满铁笼 里头塞满活生生的狗 如今剩下重理过的狗肉 这位家畜商人会会长 卖狗肉长达35年 餐厅也开了10年 但随着2024年1月9号 国会通过禁食狗肉相关特别法 狗肉街即将成为绝想 只能接受 新法令规定 3万以下罚金 但提供三年缓冲期 预计2027年全面取缔 狗肉店即将走入历史 但生活还是得继续 黑염소탕 黑염소로 여기는 흑염소 특화 거리를 지금 만들고 있어요 준비하고 있어요 지금 그래서 이제 흑염소로 싹 팔고 있고 지금 현재 흑염소가 많이 팔리고 있어요 그리고 그 사람들 인식이 뭐 많은 그 계곡에 대한 부정적인 얘기를 하다 보니까 안 먹어 그리고 좀 나이든 드신 분들은 살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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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보수장 파느라고 와서 물어봐요 아 그러면 지금 팔고 있으니까 지금 팔고 있어 현재는 그래서 한 그릇씩 드리고 그래요 招牌虽然是黑山羊肉专卖店 下方还是写著捕生汤 也就是狗肉 市场面临转型 社会氛围仍处在正統期 당연한 결과였고 그리고 그 문화가 예전부터 있었던 그런 문화잖아요 근데 젊은 사람들은 그런 문화를 좋아하지도 않고 이용하지도 않아요 사실은 강제성이 있다고 봐 먹고 싶은 사람은 먹고 모든 거 다 그렇잖아요 소고기 나 돼지국이나 다 똑같은 거지 다른 한국인들은 狗肉歷史久遠 尤其戰爭過後糧食匱乏 社會普遍認為必須吃補強身 到了1970 1980年代 每到夏季三福天 狗肉店人潮絡繹不絕 直到1988年漢城奧運 政府擔憂觀感不佳 指下令漢城禁賣狗肉湯 卻沒全面禁止食用 成了三不管地帶 為了符合人道獨宅 在電競加重時電流和時間長短 屠宰場位置 衛生條件 肉品如何保鮮都有嚴格法規 但狗什麼都沒有 再加上狗的品種眾多 哪種狗能吃 哪種不能吃 毫無准則可言 根據統計 南韓每年約有150萬到200萬隻狗 被當作使用權 1萬多家繁殖廠遍布全國 整體狗肉市場規模 大約介於台幣66億到132億之間 龐大的商機 背後看不見的 是犬隻被殘忍屠殺 白色和咖啡色斑紋的Jet高度逼近成人腰部 體型乍看之下令人却步 其實非常溫馴 很喜歡這朋友 來自下船的朋友 差點被人類殘忍屠殺 卻還是傻傻地喜歡人類 回顧一年前 Jet實實在在從鬼門關前走過一遣 當時我們在採報 逗撞為了進行逼 逗撞人的人已經沒有 期待了 我一直在等著 但是我馬上騎駕駛駛 車輛進入了 我們在那裡逃跑的車輛 逃跑的車輛 那裡的車輛在那裡 一隻的車輛 其他車輛也都駕駛了 每個車輛都在這裡 說到一半 Jazz自顧自得穿越鏡頭 讓大家都笑了出來 彷彿悲慘生事已是過夜雲烟 除了它以外 收容中心有約50隻大型犬 包含德國狼犬 真島犬 土佐豆犬 九成都是從屠宰場捡回一條命 另外還有近百隻小型犬 也是被遺棄 或從繁殖場救出來的生命 輾轉來到動保團體 位於波州的收容中心 正在等一個家 一察覺有動靜 小狗狗們一猶兒上 跑摸摸要抱抱 但不是每隻狗都如此幸運 能獲得重生的機會 剛才被撞下來 早 hours被撞住了 小狗狗的狗狗 我們都可以指昇 然後進了 狗狗了 小狗狗 很多時曾經受到 羽 Ford 羽 狗狗 羽 被捞擊 個人應分 回想起毫不人道的屠宰现场还是感到心痛 即便法令已经颁布 但三年缓冲期对他们来说 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只能擦干眼泪继续跟死神赛跑 有人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有人说狗肉是南韩传统习俗 延续千年的文化在争议中 即将画下修纸服 细想涂在犬只的残忍行径 或许进食狗肉法不是要求特殊待遇 而是给每条生命基本的尊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